大家好,我是秋山季 这是我初步构想的一个系列的第一期 这期的构思是以琴琴书画与中医养生的关系来做一个系列 第一篇,也就是这期,是书法篇 我自己是先去看了一些书论,然后开始练习笔画 目前还在练单字的阶段,写得还很差 其实可以再练一练,练到自己觉得拿得出手再来拍这期视频 但是在练字和看说的这小半年 每次有了灵感就会记下来 直到上个月才发现,我几个月前记的那些 有点拿不准当时所想表达的重点了 所以,在自练的还不怎么样的现在 为了防止遗漏太多的内容,我就出了这期视频 这期就不做书写演示了,以免无人子弟 希望大家多多担待,只看文案内容就好 毛笔呢,是可以养气的 气在养生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提到气,就不得不谈力 因为在中医的认知中,力的前几寸一定是要有气带动的 所以毛笔在用力写字的同时,就是在行气 为什么毛笔就最养气呢? 因为毛笔相较于其他硬笔 就好像软边和硬件一样 使用硬物由于它本身的硬度,使无虚拟太过发力 就可以画出一道相对笔直的痕迹 而软边呢,显然画出同样力度硬度的直线痕迹 就要蓄力,传送,然后灌注到手肿,才能有一条有硬度的直线条出来 而这条非常有力度的硬线,就很接近于毛笔数论中总被提到的谷 毛笔力量的一种体现,在智勇的永字八法中也有描述 例如横,它不是轻轻的一条横线,而是如勒马之用僵 甚至于小到一个点,在魏夫人笔振图中描述 点如高峰坠时,刻刻然,时如崩也 这是一种积蓄的力量而形成的点画 这些都是可以看出,古代很多书家也是非常在意力的存在与体现的 除去手腕,肘,肩部这些肌肉需要用力 甚至于脚部,后肿,都是要气脉配合的 因为在有的书家站立写字时,你可以看到它的底盘是非常稳的 如同马步或站桩,气呢,沉在了后肿 这样我想起其他书里面读到过 有些心情练气的人在呼吸之间,是可以将气聚丹田 更为精进者,竟然可以达到脚部,包括泳泉都隐约有感 反正如果底盘松散虚伏,那么写出的字自然就会有些飘了 这个不光在于站立写字,坐姿的底盘也是同理 就像打坐一样,打坐到比较到位的时候 重心会后坐,也就是多脉寻星路线的下方 这种乘三角式便于稳定结构的姿势,也是去书写的时候比较好的养生的坐姿 如果说上面的描述很像养生的进攻 那么书写中延连到走腕的这种力的交互与灌输 传导到鼻与指尖的跳跃摩缩 又好似动弓的法则 比如打了一套掌尖太极 在此还需要注意的就是 行器要有一个基点,需要一个启动资本 也就是你本身必须要有一定的力与气 才能进行这个书法的养生行动 我曾经和一个身体大虚的病人聊天 这个朋友曾有意练习毛笔 但拿起毛笔,他却写不出字 随便写一些都很吃力 明显的感觉自己很虚 这个现象在他书写硬笔的过程中是没有的 于是只能暂时放弃毛笔 先去调理其虚的问题 除了这种大虚根本无法写字的情况 还有就是练字练笔画会抖 这也是可以反映出身体气脉不通畅的 但是能拿起笔写出一条线 已经算是有了启动资本 只要慢慢练习就会在运笔行器的过程中 抖动慢慢减少 气脉也会越来越平稳和顺畅 以字看人呢 其实可以算是中医望诊的一部分 是需要比较深的望诊功力 和一定的书法体物才能看出一二 像以前的电视剧《神医喜莱乐》里面 喜莱乐透过死对头万天河的字 就看出他有何影集 多久之后会有什么病症 这不算是电视剧夸张的手法 比如你看一个人写树 就能看出他中气是否足 树这个笔画最常用的是中锋 中国书法家用中锋写的字 背光看过去 正中间就是一条黑色的线 周围是淡漠 此为棉果铁 这是书法意识中的骨 而周围的淡漠则是血肉 受精体就算是骨多肉少的字体 所以赵孟甫也赞其偏骨求美 骨是书法中非常必要的 而能否写出一个有力挺拔的骨 除了要考验书家的书法功力 还要再提回上文的气中 因为书写过程中需要一气呵成 假如你在写字 旁边有人和你说话 互动就会打断你的气 那么骨断了 气脉也断了 这个在我写字的过程中就有过实践 写字的时候只要一说话 这个笔画是绝对写不太好的 这就很明显又和硬笔不一样 也能体现出毛笔硬笔用气的不同 那么在写一个单字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字的笔画是分开的 那笔画中的气也是分开的吗 很显然不应该分开 一个字的气脉就和人身经络运行一样 要贯通一气 甚至有的作品通篇数字都是一气呵成 尤其是在养生方面也是不提倡断掉的 一个字的气脉一来是要跟一个人的身体的气相通 尤其是行草是特别能看出气脉相连的 一些楷书的签丝也是能看出些许 这就要说到一些现代说法中常用来教学的画字教程 比如会比探风或者说是横画的末尾 这些书写上确实能走一些捷径 但是一旦代入到快速书写中就会有明显的卡断 它不如一开始就练习 用提按顿挫或者是调风画面这些来得顺畅 更何况当字的气脉断了 练字过程中通于人体的气脉 是不是也会有影响呢 当然我只是在养生的这个角度 推荐想要通过练字养生的人不要学习画字 但我是见过很多人就比较喜欢画字的这种字体 所以这个就完全看个人了 如果真的喜欢就可以去练 但想养生就一定要发开视觉上的主观审美 去追求个人洒脱灵动的自然本性 这个灵动的个性就像行草 它本身就是在书法规动的法度之上 以不同书家的精神去书写不同的作品 完全是个人的气脉带动出来的本我 我们中医中很有名的复山复兴主 他在书画领域的造诣同样很高 他便指出宁卓物巧宁丑惚媚这些观点 卓大致为古卓古土 这个巧就包含了刻意的雕卓的记忆 魅呢就有着迎合奉承的姿态 直率语安排就更好懂了 所以可以看出 现在很多书法就特别习惯套用技巧 通过这些取巧去取悦于人 未免就卧于俗套了 为什么之前我的视频总要提在书法的法度之上 是因为有些人会不去学习不去临摹 不去管什么笔法 墨法 张法这些 肆意的辉豪 其实还是那句话 真心喜欢也是可以的 都是个人的选择 但是如果按照养生的角度 这种人就容易干火旺 因为没有一条基准线可以去约束他 没有通过临摹或是基础的学习 就直接放纵自己的情绪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行草书家 写字就非常的激动 目中无人 比较狂妄 非常的自我 还不会去贬低正经按照法度来走的书家们 那现实生活中呢 也是一个一点就着的性子 这个是中医中七情的部分 情绪过激 会导致气血运行过快 趋果过旺 后面引起其他道府的一些问题 而真正书法是要养稳 养缓 当然了 这个狂妄不是说徐瑞他们这些 因为徐瑞他们在我看来是在基准线上 持满而溢出来的狂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而某些江湖书法家是真的什么都没有的狂妄 另一则 徐瑞他们这种古人用毛笔是他们的日常 就像我们从小用硬笔一笔一画写字后 慢慢变成连笔字 所以言法犹在 如果我们自己想去练 想跳过笔画 这立 直接写 行书或者草书 最起码先要淋经典铁 不要自己呼吸 因为一幅可以传摄的经典作品 它的气脉是最自然的 再由后世人去临摹它的笔运 然后延续和吸收这种自然的气脉 来养溢身体 但是二次临摹过的作品就会差一些 因为它是融合了两个人的气脉 不够纯粹了 所以在书法圈中常说的临铁临骨 虽然指的是骨铁 但是在骨铁中越早的那个首创就越好 所以临铁临骨是非常合理的 这个就好像是在中医养生中的导引术 它们就是某种可以达到一种境界的那些人 首先沿着气脉的运行 或是易于气脉运行而创出的路线 这样完成一套导与引的功法 并且记录下来 再由我们后世来研习 从而希望通过这些好的路线 而达到气脉通畅的理想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气功 会被叫做导引之术 那么临铁或者导引术最后的目的 并不是临得很像 或是打拳打得很像 而是通过这些 达到与创作者同样的境界后 跳出这位创作者的框架 形成一种自己的东西 在导引养生中 就是从太极功到无极功 最后没有太极 完全是跟随自己气脉去行走的无极 那么后世临摹补铁书法的人 同样也是希望通过临摹这些轨迹 而达到精神或气韵上 与书法大家相通 然后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 成就自我 这就不难理解 很多书法家会批判一些 临铁不出铁的人 把自己的书法造诣 框得太死 而没有达到真正 所要成就的境界了 还是继续出回字的自然气脉 值得一提的是 凯书四大家的 欧 言 柳 兆 都被辟过不自然 在魏夫人笔振图中这段话 指出了凯书 后世管额体的这些弊病 认为他们过于方正 归正 没有灵气不自然 甚至于米夫也说过 严鲁公 行字可叫 真便入俗品 这个真指的就是 砍书 这个严鲁公说的就是颜真卿 然后还说 颜真卿柳公权 是后世丑怪之主 他的大致意思就是 砍书已经开始归程化 这场俗气 没有那种天真古朴的韵味在了 连颜真卿他们这些砍书 都会被米夫所批 如果米夫在世 看到现代很多人在画字 会不会反复去世 过于规整和刻意 就如魏夫人所批的 此不是书 但得其点画耳 这也让我想起了 尼海夏总说的一句话 他们只注重了行 没有看到神 总体来说 还是不够自然 没有生命 这就特别像中西医的思维 中医追求古朴 自然 气脉连贯 而西医呢 就会拆分各个科 并且把每个科室工作 细化 精修 那么传统中医和真正古法书法这边呢 相似度也是很高的 比如中医讲究千人千方 是因为他们在认知中就认可和尊重 每个人有各自的生命形态 古法书法呢 也是很欣赏每个人独立的生命表达 你看兰丁集训就是这样 用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些来粗浅的品评一下 它就是一个一气呵成气脉不断的作品 其次它不留俗 因为它每重复的字都不一样 再次 它整个的生命力 从最开始文字的平缓 到后面 情绪开始激动 字体开始变化 包括情绪到高潮 写错后的涂抹 你就仿佛看到了活生生的王细枝 其实品评作品品的就是它的内涵与精神 如果按照很多现代刻板化的框架去练字 大家写的字都像是批量生产出来的 毫无灵动 毫无个人色彩 那我们还品什么呢 并且据说王羲之的笔法特别深 它是八面用风 它几乎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去用这个笔 大家其实可以mark一下方建勋老师的书法神美语实践 在里面它有非常详细的赏息 中国的毛笔它灵巧度是非常高的 举一个例子 西方区画油画的笔是扁平的 要分型号 他们画不同的线条 或是涂抹不同的块面的色彩 是需要换笔的 而中国毛笔圆形的设计 它可以画粗线 细线 可以侧风扑面 有时候一幅画都可以用一支笔来完成 这个我本来是想加在奇迹说话中的话来说的 这里稍微提一嘴 再看颜真卿的寄质文稿 它的背景是在一种巨大的悲痛中完成的这个作品 你就能看出也是一个非常激动的状态 真的哪怕时隔百年 只看到作品也足以震撼人心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 刚才提到米服只是批判了颜真卿的凯书入入食品 而行书还是非常棒的 这两个作品在方建勋老师的公开课里面有很详细的赏息 特别是老师提出的这类书法作品具有偶然性和唯一性 在那个时间点那个情绪到达的状态所写出的作品就是独一无二的 无法复制的 哪怕是再让王羲之和颜真卿写一遍 他们自己也写不出来同样的作品 更何况王羲之确实再次写过 但也已经没有办法超越那篇了 方建勋老师的课里面提到很多书 有的我没有找到 有的我还没有看完 不过在这里都列出来 方便大家一起学习 然后有一部叫刘唐宁的博主也是非常棒的 可以帮大家排雷江湖体 还有一些含金量很高的书法教程分享 其他我看的书论和视频也都列举一下 大家也可以自己先留存 再就是除了刑曹凯 那么最早的甲骨文金文大小传 也是另一种自然临摹 非常推荐 这个也是中医或者道家爱好者能议会的一部分 因为在苍结造作的记录中写到 结手四目通于神明 就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苍结就很像皇帝的描写 生而神明 苍结则是四目 仰观天文 辅查地理 何而为字 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标记符号 到后面的金文明文三十堂猫宫顶 看起来就像在仰观满天生斗 辅查归文鸟记 这就是不同于刚才行草书水的自然 而是文明初始的那种上有天真的自然 或者是流星仔在《易概》中所说的 白必无旧的自然之美 这种接近于自然密码的符号 是华夏文明诞生的开始 也是书法的开始 它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比如我们中医比较熟悉的柱油科 但是这个不便说太多 就截取一些杜阳的截图吧 它和甲骨金明赚这些符号文字就略有不同 它已经是符咒文字的范畴 加上中医的朱砂来书写 就可以达到某种治病的目的 至于现代科学对于柱油的一些质疑 并不是我今天视频要表达的那部分 今天仅仅做中医与书法文字的思考 所以暂且跳过不论 那我们现在的简化汉字 可能就不太明显了 在这之前的文字都是很有趣 很有内容的 还是拿中医来说 我要列举的这个荒点 是我曾经推荐过很多次的一位中医学者 他叫吴学斋 他在文章中做了一些悬疑移秘 三十道人造主系统古文字的思考与分析 注意爱好者可以当个冷门知识来看看 今天这期差不多就到这了 我觉得中国的文字 是提取了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像 是抽取了他们最根本的灵魂 或者说神 当他们一个个跃然于纸上 再由不同人的书写 加入了不同的血肉筋骨 不同的性情又写出了不同的境界 每个时期记录下来的文字 都蕴含着那个时代独特的气息 有着他自己的力量 他不仅限于记录 它是每个字气脉的延续 是一种传承 我们通过书法 把文字的骨 肉 血 融进了自己的身体里 与天地万象合而为一 天地是我 我 亦是天地